李總,第一次見到你,我的心就崩崩之跳 你跟我的初戀情人,真的特別像 李總,你是有老婆的人來的 如果我黏著你的話,外面的人會誤會我們 別提那隻母老婆,這幾年她管在我身邊 連這母蚊子都沒有,我早就不想跟她過來 我就特別喜歡,你這麼溫柔的女生 李總,不如等你單身之後,我們再談這個話題 我不想外面的人說我是做小三的 你放心,只要你有情,我有意 我遲早會給你一個交代 臭小子,這次真是被你累死我了 你知不知道,人家去醫院驗血,是陽性 臭小子,我已經叫你了 每次跟人家吵吵吵吵時,要做安全措施 你是不是認錯人了 你說甚麼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有了新歡 就不要我這個舊愛 臭一定是說,你知道我糟糕了 暫色我 等一下,你們兩個有甚麼關係 還有,你剛才說甚麼 我們是甚麼關係,你看不出來 我告訴你,我剛才說的是愛知 甚麼?愛知? 你…你很噁心,你…你覺得男女傷死? 你…太好了,你們… 神經病,真是廢人 想不到你也挺好戲 做律師不做演員,浪費了 你真是傻子 你有沒有良心?還說這些風涼說話? 要不是體在跟你十幾年死黨 我不用去到這麼準 不過照我估計 那些狐狸症,最多是害怕一下一下 他們是沒那麼容易散的 我查過了 那個狐狸症在我老公公司那裡 他們日對夜對,我們今天搞一搞 只不過是怕他們,查不散他們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樣? 照我看,你老公和那個狐狸症 應該沒甚麼實質性的發展 還沒得手 那倒是 每次都怕一怕也好 不過我還有一口氣 你這麼小?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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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不認識一個男人 真可憐 小心 小心 小姐,你來幹嗎? 老公,婆婆不是說要我們有病 有病不可以一個人準備 我特意帶了點燉湯過來替你報報生事 就說了, 我就上班了, 有什麼事? 你再說吧 公司都要吃飯的 那沒人規定在公司 老婆不能讓老公掃飯的 這個美女好像在哪裡見過 我剛進來公司沒多久了 應該沒見過 我想起了, 我不僅認識你 我還認識你爸爸媽媽 聽說寧磚好像住在那個叫做 什麼會大廈, 我說得對嗎? 小楠, 你看什麼你 你離家裡都差, 我跟她沒什麼關係 現在就說沒事 你這麼說, 你真的沒想過 如果你們倆真的有事的話 我會這麼容易放過你 死 是 真厲害 追擊小三這個貼文做得好 你知不知道, 現在有多少網友支持你 我寫這些東西出來 都是可以分享一下經驗 等人家遇到這些事的時候 會知道怎麼做 話說回來, 其實你有沒有興趣 我會去黎外公司做一個全職的鬥小三 愛情理療師 什麼?鬥小三怎麼有全職? 什麼愛情理療師?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專門打離婚官司 其實我很多的客戶並非真的想離婚 都是因為有第三者的問題 所以才迫於無浪 所以 那你意思就是說想我 沒錯, 就是發揮你的專長 幫我的客戶趕走小三 你又可以賺錢 又可以幫我們公司增加項業務 挺好的 行啊 合作語花 一如敢話 很精彩 很精彩, 說說說 幹什麼?你們倆聽得怎麼樣 你… 我們是專門對付你這種 插足婚姻愛情問題的出軌男 和你這種小三的愛情理療師 人家婚姻關你什麼事? 你們可不可以別這麼八卦? 你現在說這些已經沒用 你倆的證據我已經全部掌握了 你是過錯方 如果你現在離婚的話 就要淨身出 我只是玩而已 不是這麼淨身的 你… 你不是說你會離婚娶我的嗎? 姐姐仔 大家都是成年人 這些事你情我願 見好就收吧 你和我閉嘴 我會記住你們兩個的 賤人 今天晚上還沒睡嗎? 你不想解釋一下 最近怎麼那麼晚我家嗎? 我現在是全職的愛情理療師 專門幫人鬥小生 我去做事 愛情理療師? 還不是幫人捉姦? 男人靠得住 豬腦都會上樹 所以呢 你把我的銀行帳號密碼全換 把我的錢包裡的錢全拿走 你就給我留二十塊錢 你每天上班下班的郵費 我都會幫你定期充好 你在公司吃飯又不用錢 二十塊就夠花了 你看 什麼? 你老公和小生已經搬出去 連你老爺奶奶也認過小生不認你 她這麼說是重婚罪來的 你可以告她的 我不要告她 我好愛她 我只要她回到我身邊就可以了 行行, 你放心 我一定會幫你 他們這麼囂張 我一定會幫你拿回公道 行行行 你回去收拾一下心情 我到時會通知你 我托你了 上槍 搞定 好了 我覺得這件事沒那麼簡單 不如我們不要錢 什麼不接 這麼大的個案子 而且她哭得這麼慘 無論如何都要幫人 但我總是覺得那個嚴文文 說話好像有所隱瞞 你想想 她說她老公是醫生來的 公職 她跟外面的小三有了寶寶 難道她單位不來? 如果這件事不是真的 她為什麼要找我們來幫她? 而且我們收的費用也不便宜 總之我覺得整件事沒那麼簡單 好難了 家裡的環境太壓抑了 都快讓我崩潰了 我決定搬出去住一段時間 給彼此一點空間 好啊 你有本事玩離家出走 還吸彼此一點空間 是讓你跟狐狸精一些空間嗎 你好 你給我照顧你 那樣的嚴文文怎麼會在這裡 你難道真的接到她的案子嗎 她剛才遞了資料給我 我看過了 結婚、證婚、紗照片 全部都是寫的 我想她應該沒有說謊 而且她說了 價錢可以雙倍 甚至可以更多 好吧 你把她所有的資料全部避分 我們正式接這件案子 漢威娜小姐 我是, 你是 我是受葉文文女士所託的愛情理念師 專門幫她解決她的婚姻問題 幫我什麼事 她們兩個婚姻最大的問題就是你 她希望你不要再插足她們兩個的婚姻 小姐, 你是不是搞錯了 我連她的老公是誰的我都不認識 再說一說, 你看我現在戴著肚子 我又可能搞好愛情嗎 我當然是查清楚才來找你 葉文文的老公就是柯瑞安 也就是你肚子裡的嬰兒的爸爸 你胡亂說什麼 我相信她是我老公 什麼時候變成葉文文的 我記得了 你是說葉文文的那個瘋婆 她是我老公的病人 請你不要胡亂誹謗別人 你們三個的事, 無論如何都會解決 我希望你可以自動提出 我跟你說, 你不要再騷擾我 要不然, 我報警抓你的 喂… 葉小姐 葉小姐, 我今天去找那個韓慧娜 她說的情況跟你說的有點不同 她說, 柯瑞安是她老公 而你只不過是她老公的一個病人 為什麼會這樣? 她說什麼你就信什麼嗎? 現在你狐狸精, 為了搶人老公 有什麼謊言不能說 我不是給你結婚證分手照嗎? 為什麼?你現在不幫我討回工到不止 走來質疑我嗎? 這件事我會幫你搞定的 覺得我們要告訴他 因為我多想要我 他不說得了 他不聽見嗎? 他不聽見? 他不聽見證賞 他不聽見教授 好, 他真是… 老公 威娜, 什麼事?你跟我說 今天照顧我, 有很多人打電話 我都不認識他們 在電話裡生氣我們兩個 我很小心, 不得好死 我很害怕, 有一個上網查洞 反而有人把我們的資料全都爆出來 什麼?有網上報告? 太過分了, 還公佈我們的住主和電話 這個一定是我認識我們的人去做的 陳友南, 你怎麼又來了? 你不要這樣咄咄逼人 你這樣做 我們只能離婚 離婚 流程報告, 你什麼叫華語流程? 日期還沒寫? 姐姐, 我想如果我拿著這張紙 給你們看的話 跟他們說, 說你為了小三 逼我打胎, 逼我離婚 我想你爸爸的心臟應該受不了 陳友南, 你是甚麼寶寶 對付你這種渣男, 就是用這種手段 好自為止啊, 你 怎麼樣?浪子回頭, 終於都回來了 陳友南, 我如你所願, 你家了 既然你回家了, 那我們就約三張了 陳友南, 你不要太過分 小姐, 我幫你拿 好啊, 謝謝你 走吧 醫生, 我是否得了抑鬱症? 抑鬱症是否很難醫的? 你放心, 我是一個醫生 我們會對每一個人責任 謝謝你 藍白的陣子 我們常常也要來 你走到這裡 我不會讓你去送你 我去送你 不在乎 我會去送你 我來送你 我會對你送你 不在乎 如果你送你送你 我送你送你 喂, 郭醫生 我是陳友南 我覺得我的病已經發作了 尤蘭, 你別這麼急著 你聽說, 你這幾天有沒有吃藥 我覺得呢, 我這個世界很黑暗 我是不是沒得救了, 怎麼辦 謝謝你, 莫醫生 說完了, 我覺得你最近真的很過分 又幹什麼 我想問問你, 有什麼病人這麼重要 要你三間半夜跟他經幾個小時? 為什麼?是不是每個心理醫生都像你這樣? 我明天反過, 我很累 我沒有精力跟你吵架 小姐, 你怎麼了? 我好像扭傷了腳, 很痛 你可不可以扶在那邊坐? 好, 好, 長先生 長先生 我還說那些人的小孩快出生了 如果他們有小孩 我更加沒有可能和誰在一起了 我們已經在想辦法了 沒用的 都這麼久了, 他們都在一起 人的肚子總是越來越大 如果你們遵守在周天做事的話 我會叫你們 我會叫你們 小姐, 最多我們退回委託費給你 我們不做了, 行不行? 你們不做的話, 我給你們看 你放心, 這件事包在我們身上 一定幫你搞定的 你先放下刀 慢慢來, 來… 好, 你放心 是… 對不起 你之前叫我不要接這件案子 但我又不聽你說 搞得有這麼大的麻煩上身 現在說這種話有什麼用 現在重點就是韓慧立肚子裡的寶寶 你想想, 兩個人有了寶寶之後 想要他們分開很困難 但如果韓慧立肚子沒有了 那…你的意思是 要我們害到韓慧立肚子流產? 這樣才是犯法的 那當然不是我們親自動手 我是說 如果韓慧立一不小心, 自己… 慘… 你們看, 我的寶寶 現在懂得動了 我已經等, 如果你再不來的話 我就跳下去 你不要緊張, 我馬上過來 你不要緊張, 我馬上過來 醫院突然有個急事院去處理 我先走了 我不准你走, 不准去 你說過我們 你都看了我的工作 這些工作需要來的 快點, 好不好 我說不准去就不准去 喂… 喂呀 你見得怎麼樣?沒事吧? 那個…是你老公來的 行吧, 我陪你到我旁邊坐一下 小心點 今天真是…很感謝你 我老公他這樣扔我在這裡 自己走了 其實我真的很不開心 不過我好像有你在這裡 所以你看看今天想喝嗎?我請 不用這麼客氣 我可以和你聊天 我也很開心 想不到我們兩個人 有這麼多共同愛好 你之前不是說 你有個朋友可以幫我調查嗎? 是啊 我有個朋友是開調查公司的 那你可不可以叫他幫我 查哪個狐狸精在那裡 我老公? 沒問題啊 我現在準備喝柯水安的辦公室 你那邊準備怎麼樣? 放心吧 我已經把偽造柯水安隱瞞財產的資料 全部都給韓偉娜 他現在坐升降機, 正在上去 好… 不好意思 我覺得呢 我這派精神 還沒有放鬆 我… 你幹什麼?冷靜點…幹什麼? 你們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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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你了 他們就是你 你們幹什麼?二汶紋 我找過你調查的 還有什麼委託 叫我離開約安 我真的不知道這什麼會善惡 你還想吃奶奶?我真的看錯了你 惠娜, 你聽我解釋 你… 惠娜, 你怎麼樣?惠娜 惠娜, 你怎麼樣?惠娜 惠娜, 我知道了 怎麼樣…惠娜的BB 真的嗎? 不過呢, 黃斌, 你覺得我們這件事 有點過分嗎? 這件事已經過了 而且我們也不想 一天到一刻, 都是那個熱門門 他都瘋瘋瘋瘋瘋的 如果我不聽他們的話 也不知道他們會對我們怎樣 惠娜, 他寶寶已經沒有了 他沒資格填住你的了 為甚麼你不可以跟我一起? 我跟你說過了, 他是我老婆 無論他有寶寶沒有寶寶 也是我老婆 敏, 你有病, 只有醫生可以幫你 如果你再來騷擾我的生活 沒有, 我要申請強制入院治療的 喂, 為甚麼? 我…我發了這麼多真事在你身上 我…還洗了我的衣服 我甚至乎請了愛情理療師 這件事你不敢讀嗎? 甚麼? 愛情理療師? 就網上專門幫人兜小生愛情理療師 他們真的很厲害 他們知道我想跟你一起 然後他們會幫我想辦法 還可以將後來的寶寶都沒有了 令你們吵架, 這樣我都可以… 甚麼?一切都是你的文派嗎? 是呀 沒有人可以阻止我和你一起的 嘴巴呢? 你這個占袍, 我殺了你… 我殺了你… 不要, 老公 我殺了你 不要 我殺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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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殺了你, 我才為了避孽 只要他轉給其他醫生 那…怎麼辦? 我們之前做的, 全部都錯了? 你幫了一個精神病人 為了一個負責的醫生 和一個無辜的妻子 而且…還有…還有一個未出生的嬰兒 這不是重點 現在問題是甚麼? 葉文敏去找柯瑞安 把我們的事全都說出來 柯瑞安進氣之下, 重傷了葉文敏 現在已經被刑居了 現在最害怕的是我們公司會被人查 糟了, 我們在庫頭搞了這麼多事 我還上網發貼, 直播了我們全部的過程 糟了 這樣, 我們現在這樣 我呢, 還要把葉文敏委託我們的所有資料 全部消毀 你回去, 把你網上發的貼 全部關掉 如果有人查我們的公司 我們就死口不認, 甚麼都不知道 反正, 葉文敏她有精神病 誰會相信她的說話? 你怎麼會在這裡?你和我老公? 想不到我們還會有見面的一天 我現在正式通知你 明天早上九點, 我們去民政局辦離婚手續 你為了一個賤人和我離婚 你知不知道她還會找人小三嗎? 被我發現之後, 連姦夫也不要她 你給我小心點說話 以前是我笨被人騙 現在就不同了 阿浩她是個好男人 她會和你離婚, 然後娶我 我不會和她離婚 我不會讓你們得逞 夠了, 陳友蘭 我就是看不關你這麼囂張的樣子 我們走, 不用理她 反正都要跟她離婚了, 走 你回來啊, 你不要回來啊 你回來啊, 你不要回來啊 我好的家庭讓你們這麼囂張 我一定要告訴你們, 讓你們付出大家 你回來啊, 你回來啊 說話的林先生, 在江蘇無錫, 是一家網站負責運營的工作人員 他所說的這件事情, 發生在2019年的3月19日 網購方便啊, 而且價格也便宜一點嘛 在十幾天, 相對來說就便宜一點 就在那個微信公眾號上看見的 就是賣東西的見面那個小程序 林先生從網上選好自己想要的手機 然後跟平時網購操作的手法一樣 填寫好了相關的聯繫方式 收貨地址, 然後網上支付 我寫的是公司地址 他就說兩到三天之內可以收到貨 就付款之後就當天發貨 因為我在手機上面看見那個 就他那個平台那裡 我可以看到他那個快遞是有在動的 就是到哪裡了, 到哪裡了 有人看得見 我在網上查的那個快遞單號 也是一樣也是能查到的 根據對方提供的快遞單號 林先生從網上查詢到了物流信息 從這上面看, 林先生這次購買的物品 2019年3月20日早上的9點30分 從廣東省廣州市寄出 第二天早上8點58分 由快遞公司的派見員接收後 送到林先生填寫的收貨地址 最後由門櫃代收 家製國史天下時, 盡載新聞故事 大家好, 我是溫博 如今網上購物已經相當普及了 向報案人林先生的快遞信息 相信大家也都看過類似這樣的信息了 林先生的信息 一般人確實看不出什麼問題 但是, 林先生真是被騙了 按照物流單據顯示的內容 林先生的物品是在3月21日下午3點50分 被門櫃簽收的 為此, 林先生專門調看了公司相關的監控錄像 在這個時間段的前後, 沒有發現相應的情況 直接打電話給那個快遞員 那個那個派見的 他說沒有這個快遞的 我也有問那個賞家那邊, 發信息給他 我說怎麼回事怎麼 快遞說沒有這個包裹 他那個平台也不回信息什麼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騙了, 這才報了警 買的時候也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 可能是發的那個假包件 我沒收到貨買, 然後我就報索 這是林先生向警方提供的 他跟賣家的聊天記錄, 以及交易的明細 他以此來證明, 所說的話完全屬實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工作 就是要查清楚這個貨物到底是誰發的 或者是有沒有發這個貨 發現他這個發貨人當時填寫的手機號碼 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個空號 然後名字也是隨便寫寫的那種 就是根本就沒辦法聯繫到這個發貨人 資金的流向, 然後對方把這個錢 就是一層一層的又相當於就轉出去了 最終是流到近外 雖然說這起詐騙案的偵辦還在繼續 不過到了2020年的年初 對類似案件進行串并偵查之時 偵察員注意到在疫情防控期間 全國就有廣東、雲南等地的 十幾位受害者到公安機關報案 他們都是在網上購買了口罩等防疫物資 遭遇到了跟林先生一樣的情況 都是被對方出具的物流信息蒙蔽 最後才發現自己上當受騙 網絡犯罪是信息時代的產物 近幾年來我國的網絡犯罪 一直呈逐年上升的趨勢 網絡犯罪它相比於傳統的犯罪而言 有一些獨特的特點 一是它的傳播速度快 比較廣範圍 二是它的隱蔽性比較高 導致後期偵查有一定的難度 研判各種證據會看到 在這十幾起詐騙案當中 嫌疑人用於蒙蔽被害人所使用的快遞單號 並不重複也不是同一家快遞公司的 而且每個涉案的快遞單號 在對應快遞公司的官網上 竟然都是能查得到的 比如說我們我們正常的 比如說買一個東西 我看到這個快遞信息說說到了 簽收了但是我沒有收到 像這種是 呃什麼原因產生的呢 它就是空包啊 就是空包啊 走送去走流量啊 實際上是產生包裹的 不產生包裹的 就是提供公司的信息是吧 是吧就是沒有 是虛擬數在交易 它虛擬的東西 它就沒有 沒有所謂的就是說 17的 17的包裹吧 你怎麼能收到包裹呢 你急不去了 但是說我們做快遞公司收盡的話 你我沒 我不需要證明你是發生幹嘛的 我只要你是違法產品 我說其實這個 我們只占去快遞 效應了快遞費嘛 就OK了 這種空包單號最早出現 是一些別有用心的商家 用於虛構產品交易量 蒙蔽消費者的 這至少說明 這種空包單號 是真實存在的 而且這種現象 在一定範圍之內 有泛濫的跡象 最無非就是說 快遞公司 後台信息 整個信息 信息出去而已 對於我們快遞公司 他實在說 在結合之 實際起報案的線索 警方認為 如果有人想利用這種空包單號 進行其他的犯罪活動 那麼他獲取空包單號 最有可能的途徑 應該是通過網絡 從跨地行業知情人 那邊了解到 這個空包單 如果這麼普遍存在的話 一定會有非常大的一個 一個市場 它一定是全國範圍的 如果公開者要 接觸到空包單號 如果線下就是 當面接觸 這個應該是有一定的風險 我們判斷可能在互聯網上 就有相關的售賣這個 空包單號的這種網站 為了進一步完善證據鏈條 警察對這消防站 進行了偵查實驗 你看這個206這個單號 是我在那個 空包單號 是我在那個 空包單號 我並沒有寄東西 什麼都沒有 我就填了個地址 我購買了以後 這個快遞單號 它是真實的 我們在快遞公司的官網 官方網站上面 能查到它的物流信息 9點那鐘發貨 收件 然後下午中轉 第二天它就 它就派件了 它就到了 就派件了 它顯示是本能牽收 已經牽收了 但是實際上並沒有 結果證實 這些出售空包單號的網站 不需要具體的物品 只要給錢 對方就可以提供快遞單號了 然後再用這些單號 偽造相應的物流運行信息 給人以物品真的寄出 或者寄到的假象 它這個是什麼單號是 這區域單號 就沒這個包裹是吧 對 那像這種單號 你們遇到過嗎 遇到過 趕快你都知道是吧 對 那這個不是騙人嗎 那這不是 它是合成怎麼呢 我要知道 不僅如此 警方利用技術手段 也獲取了一些 空包單號網站的後台數據 通過查詢 首先被大量發現的 是這些網站當中 大部分的空包單號收獲地址 竟然也都是假的 以咱們無錫為意 搜一下 江陰市山水清城 江陰就沒有這個地方 再比如 隨便挑一個 冰湖區清雲大廈 看看有沒有這麼一個地方 你看這個冰湖區就沒有清雲大廈 這個地方 出了這個地址 我們再來看一下省外的一些地址 河南周口市 台西山路 咱們來搜一下有沒有這麼一個地址 周口市 台西山路 就沒有這麼一條馬路 這也是一條虛假信息 其中還有一部分的空包單號 在極短時間產生的數量 讓人感到震驚 你看到這個訂單數據 這都是同一家店 同一個時間點 同一秒 就發了這麼多 一百多單 這邊收件的都是不一樣的 不同的收件的 收件都是不一樣的 對對對 一秒鐘就有一百多單 對 正常的是不可能實現的 它這個肯定是通過 這個程序化來進 自動發貨 有多少個網站 這樣的同類型的 我們前期梳理了一下 大概有 前期梳理出來 兩千兩百多個 你看 這一秒鐘就能產生 一百多單假的物流信息 這可疑網站 警方竟然一查就查出來 兩千多個 那麼這些網站的存在 對於我們普通老百姓 又意味著什麼呢 我們在想 他的客服是24小時在線的 每天的交易量有幾十萬單 誰來收款 誰來統計 誰來售後 警告他們一個人在短時間內 是不可能完成這樣的犯罪的 於是我們對他們的相關人員 進行派查 不過在警方看來 按照此類團夥作案的犯罪特點 實際的操控者肯定藏在幕後 他們各級之間多少都會有聯繫 按照這個規律 通過一個月的分析研判 警方逐漸摸清了犯罪團夥的組織結構 經過我們對這些域名的分析 發現了隱藏在背後的兩個團夥 在那邊掌控 這個最大的是廣州的一家公司 佔了總數裡面的60%到70%這樣子 然後其餘部分是 這個和這個是廣西的一家公司 在那邊掌控 那這個兩千多個網站 都是正常運營的嗎 都是正常運營的 目前都是正常解析狀態 可以隨時訪問並購買 警察警方提到的兩個犯罪團夥當中 廣東團夥的負責人姓王 1989年出生 另外一個廣西的負責人姓張 1990年出生 他們這兩個團夥當中 既有網站的組織者 也有分站的代理 技術支撐 還有網站的推廣 以及後台的客服 可以說是組織嚴密 分工明確 今年6月上旬 根據淨網2020專項行動統一部署 我們專案組 在全國15個城市 同步展開抓捕 最先落榜的是廣西團夥的負責人 張某等 而這個在福建落網的男子 姓陳 它是廣東團夥當中的技術骨幹 我現在這個2022.com 這個網址 我現在手指這個網址 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 其實用來做什麼呢 聽說詳細一點 11代 那邊有路上 您可以查看 訂單 什麼訂單 找消息 快遞的訂單 所有快遞的訂單 無論快遞信息啊 是的 與此同時 距離福建800公里外的廣東韶關 也傳來了消息 廣東團夥當中的頭目 王某也已經到外 您在這邊 不同賬戶 不同密碼嗎 我寫寫不是 能拿手機我給你指嗎 我寫個批 那寫不出來 手機啊 沒有 王某到案後交代 早年 他是通過開網店 接觸到了所謂的空包單號的 後來他知道 這個門道來錢快 就開始組建自己的犯罪網絡 所有電商的一個商家 刷單然後要發貨用的 然後在網上找到了一些所謂的商家 然後我們自己也去找人家 做了一個空包網站 然後自己來賣 至於怎麼實施的犯罪 王某是這麼說的 正常的話他們一個流程就是 去找別人幫你刷單 刷單刷了之後 他不是要給發貨嗎 發貨的話 你真實給他發貨就不可能嘛 對不對 本來就是刷的 然後他就可以買這個空包 買了這個空包來填寫這個 發貨的一個信息 然後他購買了之後 我們把這些數據 傳到我們所謂的那個商家 他們來完成這個物流的一個軌跡 就完成這個流程了 你每天能賣多少 幾十萬張 一天 對 你這幾 每天賣的幾十萬張是賣給一個人 還是賣一個人 分散的客戶 所有 就是所有的 每一單我們拿過來 拿過來之後 我們再疊個三分前到 就賣出去的 最多的應該也就一塊多一點吧 當問到這種空包單號 涉及到的有些快遞公司時 那個廣西團伙的頭目張某 是這樣說的 哪些快遞公司是在市面上 有空包流轉的 大部分都有 一般是假如說我們的店鋪 正常發貨的時候 一般買的空包它會指定 它會指定啊 讓你在給它報價是吧 對 買空包的時候是不是 通常如果你想買多少 就基本上肯定都有貨 大部分的時候 都還是可以的 充足的 什麼充足啊 就是說這個想買 就能買得到嗎 按照張某的交代 他跟廣東團夥 利用網絡技術 做出想要的訂單來 然後通過對接快遞公司的 服務器端頭發布出去 幫助網絡信息犯罪活動罪 顧名思義它就是一個幫助犯 那麼在這個幫助的過程當中 完成了整個這個犯罪活動的 一個過程要件 讓老百姓在不知不覺當中 給這個犯罪分子騙掉了錢 他們絕對不會想到這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這個東西 被別人詐騙掉了 而空包單號網站 出售的單號 雖然並不附在商品身上 但是它是真實存在的快遞單號 因此怎麼樣從快遞公司拿到單號 這是這個犯罪戀堂當中關鍵的一步 就是說快遞公司可能存在內鬼 理應外合來完成這個操作 以無錫報案的林先生為例 他此前看到的那個偽造物流信息單上 顯示的那家快遞公司就是有問題的 我們排查了快遞公司 能夠接觸到快遞單號的 這麼幾個環節上的相關的這個人員 最終我們鎖定了這個市場部的一個負責人趙某 他能夠自由地在他們公司用系統內 保出相關的快遞單號來進行販賣 那就是說你給的這些這個單號 跟真實的這些單號區分的 單號是不需要區分的 只不過是你一個是走了系統 一個是沒有系統 他需要的就是走空包的 那我這個系統裡面給他倒進去 那這個系統就模擬出來 那只要是不管你哪種圖境 只要有物流產生了 不管你是真實的也好 虛擬的也好 只要有物流產生了 會同步到關鍵 對 那兩個人這邊計算過自己 一共做了多少單 單量大概是幾百萬的樣子 那像你們這種空包的這個單號 不需要什麼成本的嗎 基本上就是純賺的 對 不光說要打擊 同時呢我們要從源頭上 要把這個漏洞要堵塞住 所以說我們通過這起案件也看出 相關的一些行業在監管上面 還要進一步加強 特別是要進一步完善相關的一些規範 相關的一些規定 通過這些完善規定規範 來抵塞這方面的漏洞 根據嫌疑人到案之後的交代 武席警方已經抓到了40多個犯罪嫌疑人 凍結資金3000餘萬元 凍結房產25套 查獲到的快遞空包單號高達6億條 2000多個網站都是不同的網站 只有一個項目就是販賣空包單號 一個網站它一天如果項量好的 可以達到幾十萬項量一般的也上千上萬條 單號都不存在是真實存在的 所謂的這個空包行為 裡面我們還發現有大量的資金量在流出去 他們一天要這幾十萬上百萬的單據幹什麼 派什麼用 這點是我們非常不解的地方 刷空包單號啊 主要是為了給一些商家虛增流量 讓消費者產生這些商家量大至高的錯覺 從而影響其消費行為 那麼這種空包單號也能用來 從事另外一些不法的行為 好了今天的故事咱們就講到這裡 欲知天下還有什麼新聞故事 我們明天接著講 《一秒鐘》一百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